台灣這麼小 如果中國還要進來 這樣我們不就直接被壓垮了 更容易可以文化統計嗎 所以會有什麼吧 看錯了 想得更全民一點 竟然競爭是好事 倘若配合不太完整的話 是覺得需要再思考一下 國民黨跟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接提議 重啟福茂 你怎麼看呢 你看他怎麼說 不支持 當然沒必要吧 會擔心嗎 會 好擔心 很擔心的 看錯了 想得更全民一點 因為滲透的力量有很多種方式 那這部分是要考慮進去的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硬硬的防範措施 但我覺得 並沒有不好 當然不支持啊 怎麼說 胡茂等於就是 把那道場打破了 台灣這麼想要中國這麼大 如果中國還要進來 這樣不就直接被壓垮了 中國統戰問題吧 就是如果他們就這樣進來 這樣不就造成更容易可以 就是文化統一嗎 這已經在發生了經濟事 然後如果政治上的政策又這樣 把經濟也一併的統一 所以我覺得很怕 我覺得柯文哲提了 我自己是蠻怕的 大家投柯文哲 因為我這個年齡層 還要蠻多人想要投的 我就覺得天啊 台灣我也要呼吸 方便問妳的年齡層 大概是 我20歲 我自己的朋友都吃戴青德 哈哈哈哈 柯文哲就是很厭女啊 然後他就是一個沒有同體性的人 我覺得讓這種人當時有點可怕 但是如果他真的選上來 可能也是代表 就是台灣整體的 價值是這樣 對 開飯要看他怎麼開飯 你說可能只贏某部分而已 對啊 合作就是 有一點風險 明年要吃飯 也是要賺錢 我覺得還是要看領域耶 他們那些產業 他們都是就是希望勞工可以上班 然後不然放假的話 台灣很不然就沒有那麼想做一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 而且我覺得他們也不一定會那麼想要來 你覺得會打亂台灣的市場 可能會吧 我覺得有可能 大公司應該是不會被吃啦 小公司 加油 對 就是有可能 我是支持的 因為你其實 我們台灣 我們還是需要大陸 早在15年前 其實大陸那邊的人 就在我們台灣 已經有空投空思這種東西 好 那就是 他們那邊有資本 那我們這邊就是當空投老闆 所以也不需要他們人進來才會有這種工作 我在泰國跟中國做貿易 所以就覺得是很有趣 造成中國會來搶泰國人的工作這樣 我們也是擔心 不是太贊成 就一個市場當然會影響 因為台灣本身的人力結構 跟他們的一個人力結構可能不太一樣 如果政府在所有的配套做的差不多下 可以搞不好自己本身 台灣的相關的一個企業 那當然竟然竟然竟然是好事 對 倘若我們的配套不太完整的話 我就覺得需要再思考一下 好的 對於重啟服貌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